嘿 今天我们来锻炼肩膀 背肌和胸肌 跟以前一样 让我们先来做个热身运动 哦 你可能会需要一条小毛巾 一些哑铃和一些朋友 开玩笑的啦 不过 你也许会需要一瓶水来进行今天的锻炼 让我们从后推伏地挺身开始 先进入伏地挺身姿势 不过把脚张开 这样就能锻炼到你的腹肌 胸肌 公三头肌和三脚肌 现在慢慢让身体下降 但这次不要将身体往上推 而是将身体向后往脚踝的方向推 这是很棒的推力强化动作 它还可以刺激你的核心肌群 这个动作的关键在于速度 往下和后推的速度都要放慢 持续这个动作45秒 之后你能休息15秒 对了 连续24小时伏地挺身的世界纪录是4601下 你有办法打破这个纪录吗 我肯定办不到 我甚至连试都不会使 嘿 如果想要变状的话 你得增加许多肌肉量 许多人会说 你需要严格控制饮食 不能再吃披萨和可乐 不过 如果我告诉你 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呢 记得看到最后 我们将找出如何在不限制饮食的同时 还能增加肌肉量 下一个动作 虾形伏地挺身 把脸朝下成狗爬式 肩膀应该位于手掌上方 现在开始做伏地挺身 手肘应该向两侧弯曲 这样这个动作才能发挥最大效果 进行运动时 大脑会提高被称为幸福荷蒙的脑内非分泌量 于是你会觉得自己变得更快乐 做事情更有效率 脑内非还会增加负责记忆和学习的细胞的增生 说到大脑 执行动作时要非常小心 让额头可以轻轻碰到地板就好 你可不想要脸上多出许多瘀青哦 这个动作叫超人 想像自己正非在小镇中拯救居民 趴握在地板上 像字母歪一样向前伸出双手 用力紧绷臀部和下背肌肉 并将手缩到胸口 然后再慢慢把手降下 回到原本位置 小心不要被披风缠住了 现在让我们进入棒式支撑的姿势 双手张开并与肩同宽 用手肘撑住左手肘 然后换右手 现在你的手肘应该会呈现杠铃姿势 接下来将左手从地板往上推 然后换右手 再次趴握 伸出双手并放在脸前 并将双脚微微抬起 感受背肌紧绷的感觉 现在移动双手 尽可能向外张 然后回到原本的位置 接着是下一个动作 拿一颗轻重量的哑铃 如果没有的话 拿一瓶水代替也没问题 进入棒式支撑姿势 不过将双腿张开 你得保持平衡 现在用右手拿起水瓶 并将它水瓶抬高 维持这个姿势几秒 这非常难但很有效 控制你的速度慢慢来 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 请不要用太重的哑铃或水瓶 尝试不要用负重来做这个动作 过了一个礼拜后 你会更有信心 接着就能尝试增加一些重量 现在回到原本的位置 改用左手拿起水瓶 然后重复动作 回到棒式姿势 首先将双手放在肩膀下方 然后尽可能向前倾 感受肌肉紧绷的感觉 等你达到极限后再放松 你应该保持这个姿势45秒 对了棒式的世界纪录维持超过8小时 这个时间就等于从纽约飞往阿姆斯特丹 不过这里不是在飞机上 你必须待在地板直到做完为止 下一个动作 拿一条小毛巾躺在地上 将双手向前伸 将毛巾拉直 使双手比肩膀还宽 现在尽可能用力拉紧毛巾 如果要提高效率的话 你可以将双脚稍微抬起 这会刺激你的腹肌和背肌 当你感觉双手紧绷后 将毛巾拉回胸口 然后再回到原本的位置 下个动作让你感到肌肉酸痛 平躺在地上 双脚张开并与肩同宽 然后将手掌朝上放在两侧 现在拉近两边的手肘 使上半身抬起并收紧你的背肌 手肘下方放块毛巾会比较舒服 恭喜你 今天就到此为止 现在你可以称赞一下自己 最后是一些实用的诀窍 纪律是锻炼成功的关键 这并不代表你每天都必须进行锻炼 每周三到四次 就能让身体变装 就如我刚刚提到的 让我们来谈谈肌肉量 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 肌肉在锻炼过程中的运作方式 当你在运动时 会稍微损害肌肉组织 不用害怕 这就是锻炼的目的 身体会发现损伤 并迅速修复 它会将新旧蛋白质纤维结合在一起 这就是肌肉变强壮的方式 但要是肌肉生长的话 就需要摄取一定程度的蛋白质 摄取蛋白质的速度 必须比它被肌肉分解的速度还要快 在这时候 你必须维持一定程度的饮食习惯 简单的说 你得多吃一些蛋白质 才能将它变成肌肉 当然 前提是你要进行锻炼 但是你能增加的肌肉量是有限的 这是基因的问题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后 你就会开始变胖 而无法增加肌肉量 问题是 我们实际上并不需要那么多蛋白质 男性的每日蛋白质建议量为55.5克 女性是45克 现在我将向你证明 你不用为了到达这个标准 而放弃那些美味的食物 例如 以一般的早餐来说 鸡蛋 吐司 以及一块培根 一颗中等大小的鸡蛋 还有大约6克的蛋白质 你会从吐司上 多摄取13克左右的蛋白质 而一块培根 能为你提供惊人的37克蛋白质 加上午餐 晚餐 和点心 你会发现自己已经摄取相当足够的蛋白质 并将其转变为肌肉 现在我们知道 如果想要变壮的话 根本不需要购买蛋白质营养品 不过 你还是必须要保持均衡饮食 如果你摄取超过两倍男性每日建议摄取量 则会对健康产生影响 除了健康出现问题之外 你还会开始发胖 你想要的是肌肉变壮 而不是脂肪 对吧 许多摄取大量蛋白质和肉类的健身人士声称 吃素无法让你获得所需的肌肉 不过 这也不是真的 豆腐 豆类 豆浆 和其他纯素食品所含的蛋白质 也足以转化为肌肉 所以保持平常的饮食习惯就好 不过 不要只吃 披萨 可以吃一些含淀粉的碳水化合物 马铃薯 米饭 意大利面和面包等食品都是 这些食物应该占每餐的三分之一 你只需试着在每餐中加入碳水化合物即可 别忘了多吃水果和蔬菜 可以是新鲜蔬果 冷冻也没关系 罐头也行 每餐摄取80克的水果或蔬菜 能为你提供足够的纤维 但更重要的是 它们富含许多维生素 这套锻炼计划一共为期28天 非常适合初学者 当你变得更有信心后 你就能开始实验 并试着让锻炼变得更加复杂 做伏地挺身时 更加额外的负重 提升每次锻炼的速度或时间 这样你就能在一个礼拜内 注意到锻炼的成果